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做答案讀取 我看有一些人有上過這個就是 記憶學習那堂課的話 讀檔對你們來講應該不會太難 但是我們還是要經過這個過程 那讀檔對有上過另外一堂課的同學來講應該不會太難 但是要對他進行一些處理 基本操作看起來很基本 實際上就是想當然也不太可能 就是每個人不教都會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我們 這種就是上程式的課程喔 我們大概不免俗的啦 就是在讀檔之前 我們不是只是會用程式碼就好 我們可能還要理解 理解他的就是實際運作的狀況 他的答案格式是什麼 很精確的理解 因為這樣才有助於你之後要組合程式語言 創造更就是更多變的應用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去組織啊 好 我們今天要教的是第二層的物件 叫做陣列 陣列就是多維數據組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之前我們使用的都是向量 向量就是一維的數據組 矩陣跟向量有什麼特徵上的差別 就是 矩陣就是一個 比如說 K乘M的一個矩陣 或A乘B的一個矩陣 那矩陣 它其實 它雖然說是向量的組合 它雖然說是向量的組合 但是 它有一個特色喔 就是每一個向量都要等長 它才有辦法組合起來 這個大家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同樣的 如果你想要組成三維的陣列 三維的陣列叫張亮 張亮 需要張亮的每一個的矩陣 都要長得一樣大 它才有辦法合起來 這樣可以吧 比如說5乘7乘3的一個張亮 那它就是三個5乘7的矩陣組合在一起 如果兩個5乘7一個5乘6 它們可不可以組合在一起 它們不能組合在一起 對不對 它們不能組合在一起 你組合起來填NA 那也不是本來的矩陣啊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 這個 矩陣 陣列層啊 它是一種特殊的資料結構 那 陣列層跟 裡面 要求所有的 矩陣要求裡面 所有的元素 都要是同一個種類 所以它可以是邏輯矩陣 也可以是整數矩陣 也可以是數值矩陣 不過注意一下 因子是專屬於 向量的一個 就是 因子是專屬於向量的一個 就是 資料屬性 在 矩陣裡面 它沒有辦法是因子矩陣 好 那 接下來就是 資料表 資料表就是你從Excel讀上來的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啊 它可以允許每一個欄位有不同的屬性 一個資料表內可以擁有不同屬性的變相 所以 資料表跟矩陣有一點點不一樣 雖然看起來都是M乘N的 但是 不一樣的地方在 資料表允許每一個Column 它的屬性不一樣 可以一些是因子 一些是文字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產生矩陣好了 Matrix 這個是核心函數喔 你之後要組很多東西的時候 你都會用到它喔 所以請大家把它記起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X等於1到20 1到20變成X1嘛 對不對 然後接著 我們把X1 放進Matrix跟矩陣裡面 它有兩個重要參數 你 叫這20個數字變成矩陣 你總要知道 告訴它 它Number of Raw跟Number of Column 各是多少 它可以是 它可以是2乘10的啊 它也可以是4乘5 它也可以是5乘4啊 對不對 到底要怎麼放 你要告訴它 這樣就可以產生一個M1 M1這個矩陣 就是一個4乘5的矩陣 按照順序填下來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矩陣你會產生了 矩陣你會產生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先把它 因子化 我剛剛不是說 不能存成因子矩陣嗎 這樣X2是一個因子嘛 對不對 X2這是一個因子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把因子 變成矩陣 你看它會變文字喔 帶雙以後就是文字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說它不能夠 存成因子矩陣 好 接下來矩陣 我們來介紹幾個 比較重要的矩陣運算功能 這一些 矩陣運算的功能 不是核心函數 它是運算的核心功能 但是 它不算 就是我們要處理大部分的 工作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要運算 學會這兩個功能 學會它們 可以幫助你加速很多運算 但是 它並 不會它們也不會怎麼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T 轉字矩陣 什麼是轉字矩陣知道嗎 本來是這樣子的 變成這樣 這就是轉字矩陣 我們來對M1做轉字好了 來M1 好看到了嗎 它直接把 45度角把它轉過來 這件事情 你在做矩陣乘法的時候 經常會用到 轉字矩陣 高中應該都有教過吧 有吧 有嗎 可不可以給我一些回應 有嗎 有點忘了 有點忘了 但是 我們現在重新看到了 應該就想起來了吧 好 接下來 還有一個功能叫 取這個 取這個 就是 反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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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嗎 反矩陣你們是用行列式解的吧 對 反矩陣是用行列式解 反矩陣的定義知道嗎 反矩陣 矩陣乘以反矩陣 等於 單位矩陣 可以吧 好 怎麼成矩陣 這個符號是矩陣乘法 這樣得到單位矩陣 這樣可以吧 所以以後 有阿遠以後 你要求反矩陣 你不需要再去求行列式 對不對 行列式不好求喔 你們應該都有印象吧 那 運算過程其實蠻複雜的吧 對不對 好 這樣 這樣 就是 這樣子矩陣的一些基本的功能 我都已經告訴你了 好 注意一件事情 乘 如果你直接用乘這個符號 它是按元素相乘 按元素相乘就是 這個 乘上 原來的X矩陣 負二乘以1 負二嘛 對不對 1.5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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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5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 % 和 乘 這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 方法喔 一個是按元素相乘 一個是矩陣乘法 好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接著我們來繼續看 好 接著 你可不可以對 Length Length是我們 之前已經教過的函數 對不對 Length這個函數 就是在教授我們長度嘛 對不對 好 NRAW跟NCALENT是 核心函數喔 這兩個函數很重要 之後會一直用到 為什麼 因為 你現在有一個新的矩陣進來 你總要知道它的 長度 跟高 就是它的 這個 高跟寬吧 對不對 不然你後面很難做運算啊 你後面如果要用回圈什麼的話 這是重要參數 你可能會覺得 靠 我一個檔案讀進來 我還不知道它的長跟寬喔 欸 你之後要做操作的時候 你可能經常需要 把那個 資料做一些篩選 再進行操作啊 對不對 那你新的資料長什麼樣子 你就不知道嘛 所以這兩個函數 是核心函數喔 N1 NRAW跟NCOLN就是這個樣子 它沒有什麼 可以令人期待的變化 但是這兩個函數非常重要 那我們繼續再來看一下 這個矩陣 我們要怎麼用鎖印 好 在R元裡面 鎖印都是中化號 可是矩陣因為有兩個維度 所以我們需要用豆點 所以 M1 M1長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要叫出 我們 我們 3 4就是叫出 這個3 這個4 那我們會叫出15 這樣可以了解嗎 15 18 4 好 你可以了解 矩陣的鎖印函數 需要用豆點去隔開 你要叫第幾個RAW 第幾個COLN 所以你們可以想像 很久以前 我們在教向量的鎖印的時候 為什麼向量鎖印裡面的 我們如果同時要叫三個數 我們要用C 這個函數 先把鎖印值包起來 再一起丟進去 因為 豆點被用掉了 在城市R元裡面 豆點被用到矩陣的鎖印 所以你打 3 豆點4 他會以為 這是一個矩陣 但他又不是 所以他就會爆ERROR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需要用C這個函數把它包起來 所以同理的 你如果同時想要叫 第一個 跟第二個 COLN 這樣子 你就要這樣才能 才能把它叫出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你也可以不打 不打就會 不打就是全要的意思 同樣你可以用副鎖印 副一 你也可以用副鎖印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 矩陣的鎖印 矩陣的鎖印 大概可以了解 它是什麼意思了 好 接著我們來給矩陣的 RORNANCE RORNANCE 跟COLORNANCE 這個也可以算是核心函數 因為你之後 你要去產生一些特定的名字的時候 你需要它 你要產生新的資料表的時候 你需要RORNANCE跟COLORNANCE 來幫你 所以這兩函數也要記起來 有沒有發現一下子 一下子 一進矩陣 一下子我又交了五個核心函數 MATRICS NRORNANCE RORNANCE RORNANCE 這些都是在定義 矩陣這個 矩陣這個 就是 這個新的物件 所需要用到的重要參數 好 我們來看一下 RORNANCE跟COLORNANCE 寫上來之後 你的矩陣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裡看到了嗎 ABCD 本來 本來它沒有名字喔 現在變成ABCD了 好 那我們再把COLORNANCE 也把它放上去 好 現在它的第一個COLORN叫做A 大A 第一個ROR叫小A 那現在你要鎖引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去鎖 你可以 你還是可以用 你還是可以用這個 就是 你還是可以用這個 就是數字去鎖引 但是你現在也可以使用 文字 去鎖引喔 這樣大家有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你想要取代 你也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就是把右邊傳到左邊的第三個COLORNANCE 可以被取代掉 同樣的 矩陣你也可以去取代喔 你可以把右邊的值 丟到左邊 你可以把 就是 M1 M1 我們來第三個數 第三個數 現在是11 我們把它 17 我們再看一次M1 它是不是被取代掉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所有 你之前熟悉的 向量能用的功能 矩陣你全部都可以用喔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接著 我們要把矩陣編成資料表啦 DATA FRAME 這也是一個核心函數 因為這是一個新的物件種類 對不對 好 我們又多了一個核心函數 好啦 放心啦 大家不用再害怕啦 今天 要經教的核心函數 就這幾個啦 就是這六個 大家可以吧 反正你們要知道每出現一個新東西 你們 為了 為了要讓這個東西的 就是 各個參數定義好 就會出現 一堆核心函數 那之後就沒有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我們來看 變成資料表了以後 資料表有什麼特性呢 來 資料表 你可以 使用 呃 你同樣可以使用Column 去把資料表的這個 就是 你可以同樣使用Column 去把資料表的這個 就是 呃 就是名字把它改掉 好 這個我們就 這個我們就不示範啦 這太容易了 好 比較重要的是資料表 因為它可以合併多個長度相同的項量 並且可以允許不同種類 所以這是矩陣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可以先 產生一個A項量 這是一個邏輯項量 再產生一個B項量 這是一個 數值項量 對不對 再產生一個音質項量 這個A A B C 這三個屬性不一樣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一起丟進資料表裡面 好 把它丟進資料表裡面的時候 你看不出來這個裡面有多厲害 厲害在這裡 我們現在問 class Data 它是DataFrame對不對 class 它是Data裡面第一個colon 它說這是Logical 第二個 它是Numeric 第三個 它是 這個 它是這個Factor 如果我們把這個資料表 把它變成Matrix 一起丟進Matrix裡面 那 呃 你如果要變資料表的話 你要asMatrix 好 你看到了吧 它全部都被變成了文字 對不對 這個時候 剛剛那個屬性 屬性優勢就消失了喔 你看得出來吧 這是一個文字喔 好 這樣可以吧 這個 所以變成這樣子 它的 特性就消失了 好那資料表裡面 除了能夠用原先矩陣的鎖影函數裡面 它多了一個鎖影的方式 叫做 這個 前號這個 這個鎖影值 好你可以透過 這樣的方式 叫出特定的 欄位 為什麼要 為什麼它多了一個這個東西呢 因為多了這個東西以後 它就可以 新增 欄位 舉例來說 現在有ABC這樣子 我們可以直接強迫 前號D 等於 158912 這樣我們的 Data 就多了一個新欄位 好 這是矩陣做不到的事情 矩陣沒有辦法 輕易的多新欄位 可是資料表可以 這是資料表的特性 你需要用到前號這個符號 才有辦法做到 可以吧 好 除了可以擴充以外 抱歉 抱歉 這兩個函數也是核心函數 R-Bind跟C-Bind R-Bind是 像Excel這樣子 我往下一直貼 我現在有兩個矩陣 我現在有兩個矩陣 一個是X矩陣 一個是Y矩陣 R-Bind X Y 這個就是這樣子上下貼起來 C-Bind 就是這樣貼起來 R-Bind Bind Bind的意思就是Combine 那那個 R的意思就是RawBind 用 把它Raw做擴充 C-Bind就是ColumnBind 就是Column部分做擴充 這兩個也是核心函數 因為你要擴充資料表的時候 你需要用到他們 好 那 我基本上 你還記不記得怎麼擴充向量 怎麼擴充向量 你們還沒有人記得 怎麼樣把兩個向量合在一起 真的沒有人記得了嗎 用C這個函數就可以啦 C不就是把一堆東西合在一起嗎 這樣可以嗎 用C這個函數 你就可以把兩個向量合在一起喔 好 所以你要擴充向量用C 擴充矩陣 用R-Bind 或用C-Bind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 好 來練習 練習一 請你試著產生99乘法表 99乘法表要怎麼產生 首先 按照我們剛剛教過的東西 你是不是要先開一個空的矩陣 9乘9的矩陣 那接著咧 接著你就要按照鎖影子 1-1要填入什麼 就1乘1 2-1要填入什麼 2乘1 5-3要填入什麼 5乘3 所以這是不是適合 你如果上節課的技能 雙層迴圈你有掌握的話 這一題你應該覺得很簡單 另外就是 如果你已經做完了 雙層迴圈你做完了 請你試著想一下 怎麼樣不依靠雙層迴圈 產生99乘法表 至少有兩種方式 不依靠雙層迴圈 也可以產生99乘法表 不過 雙層迴圈優先 你們透過 我跟大家講 因為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可以從數學上 想出不靠迴圈 做得到的方式 迴圈還是一個基本功 迴圈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即使你想得到那個方法 我還是希望你先做雙層迴圈 好不好 我們把時間給大家 好 我們這一題 我們先 我們在看打引前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 就是這樣子 首先你要先開個空矩陣 這是為什麼 MATRICE是核心函數的原因 你要先開個空矩陣 那我跟大家講 我們可以先填0 然後NRAW 等於9 NCOLUM 等於9 好 這個 你要填多少都可以 因為到時候這些數字 全部都會被換掉 好 接著 接著 注意一件事情喔 接著 你應該要這樣寫 等於 這邊是1嘛 對不對 好 接下來 我們在2 21多少 應該是2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邊就不要繼續貼了 我們貼到下一個 那21 22 這邊是不是2 這邊是不是4 這樣可以吧 好 可是這樣寫不好 為什麼 因為這樣跟 這樣子這個是我自己算出來的 它怎麼算出來 它其實是1乘1 對不對 2乘1 好 2乘 欸 然後這邊 這邊是 這邊是12才對 這樣 這樣才是1乘2 好 2乘1 2乘2 它其實這樣對不對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觀察到一個規律 如果我們把這邊 把它寫完好了 3 3 4 5 6 7 8 9 9 8 7 6 5 4 3 好 如果已經寫成這個樣子了 要怎麼抽出變數 你們不用回答我 你們想一下好不好 要怎麼抽出變數 如果你已經看到這個樣子了 好 那我們再把時間給大家好不好 好 再把時間緩一下給大家 做出來的人 想一下不用雙層回圈怎麼做 不用雙層回圈也可以做喔 好 我想這題就是 呃 我很希望大家 最後可以自己解出這個雙層回圈啦 那 呃 你需要 透過這種方式 你需要透過這種方式去找到規律 你這樣子才有可能 你這樣 就是你 什麼都想不到的時候 請你不要 先寫一個 就是我 我看很多人都這樣子啦 就是 這題不會解的時候 我就先寫一個 4 小畫號大畫號 然後 就開始想 這樣很難想 這樣真的非常難想 那 你要好想的話 一定是這樣子 我們先把它 寫成這個樣子 然後再打包 我們觀察到這一行重複了 我們再把它包起來 這樣會比較容易想 好 那我分享一下 非 我分享一下 非回圈的解法 非回圈的解法 非回圈的解法是這樣子的 非回圈解法 不需要特別學啦 因為這對程式沒有幫助 這對數學有幫助 對程式沒有幫助 可是你們這個年紀 也不需要被圈的解法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非程式的解法是這樣子的 首先第一個 呃 最簡單的方法 呃 我們應該會注意到 我們可以 剛剛可以填0 我們也可以填1到9 所以我們得到M1 他是長這樣 1 2 3 4 5 6 6 7 8 你這樣是不是可以得到 這個矩陣跟這個矩陣 把這個矩陣跟這個矩陣按元素相乘 你就可以得到9的懲罰表 這是第一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 比較 難一點 我們得到一個 M1 他是長這樣的 好 我們再得到一個M2 M1 M2 長這樣 M1 M2 長這樣 M1 長這樣 M2 %X% M1 這樣也可以得到 9的懲罰表 用矩陣乘法的特性 9 9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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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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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1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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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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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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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的地方的時候,你需要用到一個新的運算值 這不叫函數,這叫運算值 叫percent in percent,來注意喔 我們1,percent in percent,1到4 這樣問左邊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5有沒有出現在右邊,沒有 好,所以你可以這樣子喔 data data 1 school 這是不是就是警星國小 1到2 這是不是就是警星跟西中國小 我們想問的是 data data裡面的第三筆的school 有沒有出現在 南湖國小有沒有出現在 欸,這個我們來看第三筆是什麼好了 葫蘆國小有沒有出現在前面嗎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的語法要寫這樣 5有沒有出現在1到4 6有沒有出現在1到4 好,一樣,請你透過觀察 然後產生回圈 重要的是你要創造一個新的欄位喔 創造一個新的欄位要怎麼做 用前號碼對不對 創造新的欄位 並且檢查school的欄位是否重複 好,我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大家先看我做一次啦 就是我們做完了以後 我們再來這個 就是 如果你沒有做出來 我們等一下繼續做好不好 就是 我們應該要 先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寫成這樣子後面才有機會 你當然一開始不是就寫成這樣 一開始一定是2嘛 這裡是2嘛 這邊一定是1嘛 然後這邊是2嘛 3 4 好 1 2 3 4 5 好,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 這樣子的話你應該可以注意到 這邊 這邊是越來越少的嘛 對不對 這樣 好,這樣 這樣子寫成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這樣你執行完之後 它是不是會得到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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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E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可是問題是我剛剛說 我要開一個欄位去記錄它嘛 對,為什麼要開一個欄位去記錄它 等一下我們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 是因為這個原因 好,那我們把DATA 我們要開一個新欄位 我們就要DUPE好了 DUPLICATE 好 等於 FORCE FORCE就是沒有重複嘛 我們按下RUN了以後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DATA 這邊是不是產生了一個新的欄位 全部都被填了FORCE 對不對 那 主要第一個數字 第一個RAW我們要不要檢查 不需要檢查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FORCE 是從 我們FORCE的變數是I嘛 對不對 好,請問一下I從多少到多少 2到 你說28也可以 好,但是其實28怎麼得到 是NRAW DATA對不對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會說NRAW 是一個核心函數 就是因為 我們經常要做這種事情 你把這個填上來 我們來看一下 執行 喔,忘了把它填過來 DUPE裡面的D I一個 把它填進去 這樣可以嗎 好,或者是 你如果不會這樣子的話 至少你也可以這樣 這樣是不是我可以填入我想要的欄位 好,我們看一下DATA 好,這樣子就填進去囉 這個重複 這個重複 應該沒有問題啊 名稱國小這邊有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試著 就是 就是 可以試著 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等一下會 再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 好 來,這個 實際上 有另外一個函數叫DUPLICATE 它可以直接 去尋找 這個欄位有沒有重複 它可以直接去尋找 不過 這個 就是 不過就是 我不喜歡 就是 要叫你找重複 就叫你背說 DUPLICATE這個函數可以找重複 因為 回圈 是 就是你去運用回圈 根據訓練那個程式的邏輯 那才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目標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是 DUPLICATE這個函數可以直接得到答案 好,這樣可以齁 好 那 得到這個答案之後 到底 有什麼 有什麼用呢 來,重點是 我可以利用 鎖印 我們的鎖印可以用True跟False去鎖印 這件事情我 上一節課還是上一節課就講過了 對不對 那 那我們 我們 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 DUPLICATE 我們在這裡叫DUPLICATE 我們這裡是不是可以得到鎖印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DATA裡面用這個當鎖印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個乾淨的沒有重複的DATA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這叫CLEAN DATA DATA.CLEAN 等於 這個CLEAN DATA 這樣是不是就出來了 這是我們乾淨的DATA 好,那我就可以用WriteCSV 將檔案寫出啦 我就可以DATA.CLEAN Monitoring.CLEAN 那我是不是就得到這份DATA 這個Monitoring.CLEAN 這個DATA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看 好,打開了以後你就會發現 這個是不是 這是不是就是我要的 這是不是就是我要的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我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就是帶大家 我沒有辦法給大家時間練習這個練習3了 那我直接跟大家講 練習3我們的需求是什麼 練習3是 這個檔案 跟原來檔案有一個差別 這個,這邊是不是多了一個欄位 這邊我不想要 另外我也不想要這個嘛 這樣我才想刪除嘛 對不對 我如果 我如果我原來檔案長的不是這個樣子 我原來檔案就是 我原來檔案沒有這兩個欄位嘛 對不對 我要把它刪除 好,我直接跟大家講 對於第一個欄位 這個東西它不是一個欄位 它其實不是欄位 對不對 它是RAWNAMS 對不對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不是欄位喔 它在R原裡面 它是RAWNAMS 它是前面這個RAWNAMS 對不對 所以我在寫出的時候 我其實可以下參數 RAWNAMS等於FALSE 好,要怎麼找勒 請你 問號Writer.csv 這裡面的參數 你就可以找到了 RAWNAMS等True DefaultTrue 你可以把它改FALSE 這樣可以了解 那 如果要刪除這個欄位的話 這個你去找參數 是找不到的 因為它真的是個欄位 那我要怎麼刪除勒 來 請你 請你 直接 我就不要最後一個欄位 我鎖引1到9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鎖引1到9 這樣子我就把 Duplicate那個函數給刪掉啦 這樣 這個欄位給刪掉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透過這種方式 我就可以很好的 去整理我的Data 就是 我們現在學習的 整個過程 雖然你現在感覺很簡單 但是這就是基本功 檔案讀進來之後 先 檢查有沒有重複 檢查完了以後 產生一個 透過鎖引把 重複的給刪掉 然後接著把它寫出去 寫出的時候 保持 Input跟Output 格式一致 跟原始檔案格式一致 這樣懂我一整個意思嗎 今天我們教的一整個意思 好 這個部分 我希望大家可以練習一下 好不好 就是 我們今天 大概上課都上到這裡 然後我會給大家一些 就是我們等一下 結束之後 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 我希望大家自己親手做過那一整個過程 還有問題問一下助教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